Evonne, 阿杰, 你說其實這個減少數至4.9% 是幾乎半分, 為甚麼CFM 決定要做這個 因為我罪罪和公共犯罪? 不知道有沒有其他問題 現在是剛剛的記者, 王可靈 所以我們之前中英已經說過 壓縮到最低的填寸, 大哥要9點檢驗 現在要4點檢驗, 其實之前是否有非騙公眾 是否辯告公眾, 你們沒有道歉 還有你們剔除了一個發電容量的開支 其實不是說之前是報大數, 你們是騙電公眾的 還有沒有其他問題 那個rebat那裏呢3.3, 其實是 last year OK, 我想要讓阿遠太先答 關於為甚麼可以將電價再一次減低 當然我們是看各方面不同的情況 然後再想不同的方法 如何將電價的壓力減低 事實上中電是真的受到成本上漲的壓力 我相信這個大家都明白是一個事實 尤其是燃料價格的壓力是全球性的 所以我們都不想我們的客戶要承擔更高的電價 但是這個是國際市場的現實 我們都是沒有辦法 至於其他方面我們是在不同的成本方面 我們當然都盡量將我們的營運成本控制 亦都是回應政府不同方面的要求 那麼那個新增那個發電容量的資本開支 其實是一個前期的工作來的 即是Fisibility Study一些研究的方案 那麼在時間方面政府和我們修良過之後 我們覺得可以延遲去做這些方案 但是這個是關係到我們將來 香港過五六年之後有沒有電廠的需要 所以其實是有必要做這些工作 但是在時間上我們可以和政府做商討之下 延遲開展這方面的工作 另外我們就好像有提到Race and Rent 這個猜響的特別的回購 其實我們和政府在這一方面 其實是有一個訴訟進行了很久的 因為我們是覺得政府在猜響和地租方面 對我們過去十多年的收費 我們覺得是偏高的 但是因為涉及到一些法律上的訴訟 所以問題是較為複雜 也都是現在這場官司 還在進行中的未曾是終結的 但是我們是聽到各界的聲音 我們是再評估了我們在哪一方面 雖然我們是有風險 不是肯定會收到這些錢 但是我們覺得我們也是有一個信心 是可以先將一些回購發給我們的客戶 這一個案件其實在今年內 其實在下一個月也要再出庭 我們在今年之內 我們希望有好的進展 所以我們現在先將一個3.3的特別回購 才發給我們的客戶 在英文中 在英文中 在各個原因 在9.2.2.4.9 是其實施設的 是因為 CLP是暴力的 或是否是否有問題 當然,CLP必須聽到公眾的聲音 我們全面的社群 而且是重要的 我們聽到社群的社群 CLP是在各種壓力的價值 從各種各種的行動 在特區的價值 所以我們聽到所有的提議 各種各個市民的企業 我們提出這個計劃 我們相信它會提供 關於政府和社區的關鍵 去找到正確的平衡 去保證我們繼續提供 信用革命能量給予香港的客戶 我們再做一番問題 那一段時間是之前的方向去減量 即是去到國家的糧線 回到之前是3、7、7、4年 但是這個方向是沒問題 詹文 如果那個資本方向是你現在可以延遲 但將來控制你們的手會否有承諾 可能是分階段的資本開始進行 另外就是今次這件事 都被公眾覺得你們終於賺到盡 是你們企業的營商理念 其實現在就算減了之後 可以解釋清楚究竟這是否你們的營商的一負責 是 我想我給後面那些 有中建的員工就說 希望將明年的加速速度會迴乏直到 就像你們的電費的加速一樣 你會不會就住這個方向怎樣回應 是的 我想你先給後面那些 我想問回購那些 是否之前代表是中電電資出來先的 還有將來那個官簽完結之後 那個數目會不會再有額外的可以被捕被行 好 我們再recap 因為好些問題很多方面 第一個就是問關於那個bill cost 為何會上回去 我想阮太哥你先回答這句話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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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營料的條款其實大家都知道 我們已經是有一個負的條款 是積累了多年的了 其實的意思就是說 我們現在的電價裏面 是沒有完全反映了一些 我們所有的營料的成本 也就是說我們中電是墊付了一些成本 而是沒有向我們的客戶全部收取的 那麼我們經過和政府再多番商量過 也是因為大家看到營料的世界的趨勢 其實是有上升的 如果我們不增加這個營料的收費 我們恐怕看到短期內未必有一個營料價格可以下滑的一個趨勢 我們覺得以一個審慎理財的理念來説 我們都覺得是要將這個營料費增加 令到那個負的結餘不會是過大的 另外一條問題就是資本開支可不可以分歧進行 那個資本開支其實是一些前期的研究工作 是看看我們將來是否有需要增加這個容量的 那麼這一方面我們要和政府是再研究 看看是甚麼時候去體動這一方面的工作是適合的 這個不是說只是中電自己決定的 是需要政府審批的 那麼也都是需要配合政府在將來這個 香港這個低碳方面的policy 政府的取態是想怎樣 我們是配合政府這一方面的要求 和政府商量的 不想理念那裏是否會比較好 當然我們中電一向以來 是本著我們的良心理念 去服務我們香港不同的客戶 我們一定要取得一個平衡 是要有一個我們有很多方面的承諾 要做一個可以做到一個穩健的電力供應 一個環保的發電 我們也要對我們的客戶 對我們的股東也要有一個平衡的責任 另外有一位新聞界的朋友就問 關於有些中電員工希望那個薪酬是有個加幅 可以好像電費加幅一樣 我們同事的薪酬加幅其實是和電費加幅完全沒有關係 我們每一年我們的人力資源部 會看回香港市場的人力走勢 不同的公司在人力方面的薪酬調整 做一個調查然後才作出一個計劃出來的 最後另外問問關於Rent and Race 是不是我們電資住出來的 那個特別的回購 其實就是因為現在的法庭還在進行之中 所以我們是在我們的現金樓裏面 我們暫時是要做一個 中電要做一個處理 我們會看著這個法庭的進展 我們會一路看看怎樣去處理這個回購的 由於時間所限 我想最後一回合的問題 好嗎 I would like to give clarity to those who haven't raised questions Hi TBB Is that originally with your 9.2 increase it was absolutely necessary and was the best you could do but now it's decreased significantly how will that be reflected in future rates will the consumer have to shoulder that decrease in the coming years if 9.2 is the best you could do and now you've cut it down someone in someway is going to have to pay for that difference will this be reflected in rates for the consumer in the future will they start climbing up again but we will obviously review our operations and our cost every year and because cost and revenue do fluctuate from year to year and every year we will look at the situation and assess the best we can do for our customers 最後兩條問題好嗎 我想問一下地租的值股計 我想暫時比較難估計 但是因為這個訴訟其實牽涉超過十年的地租和差響 所以我們相信都是有一定的退款的 我們會看看法庭的進展是怎樣 我們會一直評估的情況 最後一條問題就是 之前是沒有盡力去減低加幅 但是現在到最後見到社會這麼少反應才是內疚 所以是調低加幅 還有沒有其他問題 還有沒有其他問題 找到一條問題 還有沒有其他問題 找到一條問題 還有現在計劃不出來 是不是都是9點9 我想這個是最後一回合 我們不再請問 遠太我想再 請問一問 你問一下嗎 可以先問一下嗎 還會 councils件欲望嗎 還要請問一下對 他們幫助我們增加我們的誠意 但究竟多久會長時間 我們真的不能說確定 因為我所說的 法律仍然會上廣告 我們希望有更好的發展 在2012年 這會讓我們更加確定 關於維持的結局 和多久會長時間的結局 我們對我們的客戶和股東都有一定的責任 其實有很多股東都是我們香港市民的大眾 他們投資在我們公司也有一定的期望 我們做的所有的事無論是成本 電價和股東的回報 我們是希望取得一個平衡 讓香港能夠享受到有可靠乾淨的電力供應之餘 我們的股東也有這樣的安心 他們的投資是得到他們預期的回報的 OK 多謝大家 謝謝 謝謝